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这张很特别的照片 俄罗斯与法国的首脑会谈竟然隔着很远的距离 坐在一张足足有4米长的桌子的两边 路透社21号原因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两名徐行人员报道 马克龙日前拒绝克里姆林工要求他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前 接受俄罗斯方面的新冠病毒检测 导致两人会晤时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个消息人士补充说 法国方面的这个决定是为了防止俄罗斯方面获得马克龙的DNA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根据报道说 克里姆林工证实马克龙在会见普京前拒绝受俄罗斯方面的新冠病毒检测 这个就是他们必须保持距离的原因 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给两位总统隔着墙桌落座的决定 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也不会影响会谈 并且说 俄罗斯方面理解法国的立场 而在会议期间 确保普京的安全是必要的 据法国方面的徐行人员说 俄罗斯人告诉我们 普京需要身处一个严格管控的健康泡泡里面 但就是在马克龙举行这次会议的三天之后 普京接见了来访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他们两人不单止握手 并会谈只隔着一张小炸机 看看英国的消息 2月10日英国议会下议院通过了 英国与台湾关系和合作的动议 根据英国议会下议院发布的文本 这一行没有法律约出来的动议说 英国应该与台湾加强经贸的关系 深化安全合作 并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得到更多的承认 动议说 跟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 英国不承认台湾 亦不与台湾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 2月11日通过官网回应说 中方坚决反对 英国下议院通过鼓吹提升 英台关系的上述动议 强烈谴责个别英国议员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言行 冬季奥运会的消息 花样团体滑兵颁奖继续押后 国际奥委会求助国际体育仲在法庭 上星期二 花样滑兵运动的颁奖仪式在最后一刻被推迟 俄罗斯奥运队曾经在冬奥会 花样滑兵团体在中获得金牌 但是在颁奖典礼当日 就有关于兴奋劑案件的传闻 后来大家才得知 这是关于卡米拉阿里耶娃的 这名15岁的俄罗斯少女运动员 名字此前一直并没有公布 因为她未成年享有保护 但是当她的名字越传越多的时候 终于决定公布她的名字 在星期一的团体赛中 阿里耶娃成为第一位在奥运会上 完成了四周跳的女花样滑兵运动员 亦为俄罗斯奥运队赢得胜利 在去年12月 俄罗斯锦标赛期间 她的兴奋劑检测试阳性 据报道 被检测出来的药物通常用来治疗心搞痛 可以加快血液流通并增强耐力 被世界反兴奋劑机及禁止使用 由于不允许俄罗斯自行检测兴奋劑的样本 因此在得知结果之前 花了比平时更多时间 俄罗斯反兴奋劑机构暂时将她禁赛 但现在由于不明的原因取消了对她的禁赛 让她可以再次训练并且参加冬季奥运会比赛 但国际奥委会不同意俄罗斯奥委会的这个决定 并且已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请求紧急的程序 而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表示 他们将为保住女子花样滑兵团体自由滑冠军称号而斗争 并且说阿里耶华得夺了克里姆林工的大力支持 阿里耶华也是即将举行的花样滑兵个人赛的奪标热门 目前要等待国际体育仲裁的裁决 除了团体项目的奖牌可能会重新分配 而且在2月15日的比赛安排问题也必须于以解决 又看一条关于冬季奥运会的有趣新闻 在中国荷兰公司工作的瑞典人静悄悄请假 但为了参加冬季奥运会并且拿了奖牌 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如火如荼进行之制 一条同事请假参加冬季奥运会 近日在内地冲上热手的第一 这件事的原因是上海一名员工发现 自己的同事竟然请假去参加冬季奥运会 而公司方面也非常支持 据了解 参加者是全球知名油漆和铜鸟企业 荷兰厄索努比尔中国分公司的25岁 员工艾尔米达德·雅尔 负责人说 他来自瑞典公司为了备展冬季奥运会 他一月初就请假 然后获得冰孔运商第三名 到了2月14日那星期 他就会回到工作崗位 对于参加冬季奥运会 公司非常支持 中国的同事获释之后 亦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据瑞典驻华大使馆微博的消息 德·雅尔曾经在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学习工程学 去年取得碩士学位 今次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季奥运会 而此前 他曾获得2017年 世界青年冰湖錦标赛冠军 这里是荷兰热业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 并且推荐给你们的亲戚朋友 很久没听郭文贵的新闻了 美国纽约州一家法院裁定 出途美国的中国亿万富豪郭文贵 必须在五日之内 支付一亿三千四百万美元 浮责将面临被捕 根据英国《独立报》的报导 2月9日 紐约州的法官裁定 郭文贵引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财产 其中包括一艘名为梅夫人号的超级豪华游艇 法官奥斯特拉格认为郭文贵 违反先前的法庭裁决 将梅夫人号游艇藏在美国管轄之外的巴哈马 曾在特朗普任内担任首席战略顾问的班农 2020年8月份在梅夫人号游艇上被捕 班农被捕后 郭文贵立即发表声明说 两人的确是为中国争取自由和民主上 是强大的盟友 但强调 与班农被起诉一件事 他并没有关系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导 2008年郭文贵曾在泰盟亚洲机会基金 借过三千多万美元 但从来没有偿还这笔贷款 职累多年郭文贵对泰盟亚洲机会基金的欠款 已经高达一亿一千六百万美元 根据一份法定文件的记录 郭文贵否认自己拥有梅夫人号游艇 但法庭认定郭文贵对这艘游艇有支配权和控制权 亦因此做出限制郭文贵 将这艘游艇开出法院管轄范围的决定 法庭的文件指出 郭文贵和她的同房安排梅夫人号游艇 在2020年10月洗往佛罗里达 然后再开往巴哈马 随后的判决命令郭文贵把游艇洗回美国 否则将面临每日50万美元的罚款 郭文贵的律师直格尔 并没有对法庭的最新材权发表评论 独立报报道说郭文贵在同志富安全政策中心 战略政策高级分析师迈克尔玉立 连线时说她可能会去日本或英国 但不会回中国 郭文贵在中国被指控犯有贵欺诈、洗钱、绑架和强奸等不法行为 但否认了这些指控 2020年6月4日 郭文贵曾经和班农 以及中国前足球运动员郭海东一起宣布成立新中国联邦 香港第五波疫情延续 确诊案例不断飙升 2月11日新增1325个病例 是疫情以来的单日新高 其中仅有2例是输入的病例 新增1325例确诊病例中 有1323例是本地病例 其中24例是Delta变种病毒感染 另外1270例是Omicron感染 同时今日还有超过1500例是怀疑初步确诊阳性病例 今日香港新增2例死亡 由于香港的疫情严峻 大批香港人不想避疫 擠爆了深圳湾口岸 有网民分享过关的实况 说从过关到入住酒店需要七百个钟头 有没有预约的人士甚至尝试闯关 不得不通宵等候安排 其中包括婴儿和小童仔 深圳湾口岸 10日决定避返闯闯关者 现场传出了小童仔的哭声 相当混乱 根据香港《星都日报》的报导 香港入境处公布最新的数字显示 昨天实际上只有1473人 经过深圳湾出境 其中1276人是香港居民 前日就曾经有2141人 经深圳湾出境 根据规定 香港人入境深圳 必须持有入住酒店的预约确认单 一些并没有抢到预约名单的网民 试图闯关碰运气 一名闯关的网民说 星期二下午过关 没有预约的就等到昨天早上 仍然并没有安排 不敢睡觉也不敢吃 到过了一个夜晚 并且看到有小孩和小孩 也通宵在等候 深圳口岸办表示 由于入境人士 连日来大幅增加深圳隔离酒店爆门 深圳湾口岸 昨天决定遣返闯关者 网传视频显示 入境处人员手持大喇叭 对等候过关人员说 如果大家并没有酒店预约 今天是过不了关的 目前已经安排巴士 让大家慢慢离开 另外有13名香港立法会的议员 提交紧急的动议 要求在下星期三 即16日立法会大会上 占换专先讨论 处理第五波新型冠状疫情的紧急方案 下星期 大会议员定1年3日 处理施政报告致赤议案 提出紧急动议的议员认为 疫情急转席下 议会有责任及移务 就抗疫工作向政府进言 国内换发护照的消息是假新闻 2月10日有自媒体平台发文说 中国国内多地开放个人护照过期的换发业务 并且认为开放国门在职 但是中国媒体上游新闻的记者向全国11个主要城市 出入警管理部门指电求证 相关部门都表示当前应该坚持非必要不旅行的原则 出入警管理部门在非必要和非紧急割情况下 不开放护照办理的业务 2月10日微信公众号旅行雷达发文说 网上传闻全国多地恢复护照过期换发业务 但是是不是各地都执行需要实测 这篇文章引起了关注 开放护照办理的消息是微博认证为旁乐邮轮极地探险队员的旅游博主 在2月9日发出的这篇博文说 据可靠信源 全国多地包括成都、北京、上海、广东等 恢复护照过期换发的业务 记者就护照换发问题分别致电北京、上海、武汉等11个大城市的出入境管理部门进行求证 武汉市出入境管理局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表示 因为疫情管控并没有紧急事由和证明材料 我们暂时不受理护照办理的业务 各地方的回复 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看来又有人报留了 好,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